七十二 明報 梁卓偉 紅醫科跳級有骨牌效應 2015年7月13日港民A06中文大學醫學院入前因應醫委會審視跳級安排 決定暫緩讓民憑試考獲七科44分學生借入二年級的計劃 最初質疑跳班安排的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作接受無邦是港精港楚訪問時說 不是擔心中大搶學生才反對跳級 而是擔心其他學科都效法 與334學生希望學生多讀一年大學 匡闊眼界的原意不符 清非憂中大搶學生梁卓偉稱 如果醫科可以這樣做 哪法律呢?環球金融呢? 其餘文科理科社會科學 只會有個骨牌效應 整個高教界 這麼多間大學與教育局是否大家有共識 如果是的 為何當初要轉呢? 中大醫學院早前則表示 植入二年級的計劃 是為少數成績優異的學生提供多一個選擇 讓他們彈性安排基礎及通識課程的上課時間 如修讀暑期課程 以騰出一年時間到海外著名醫學院實習及研究 或到愚武國界醫生等志願組織進行人道救援及服務 相信無論對這些學生或整體醫療服務及研究領域都有莫大悲憶 確認了其他學生的歷行